祝融号火星车设计寿命为90个火星日 约和地球上92天 自今年5月15号成功着陆火星以来 已累计行驶889米 科学载荷已获取约10Gb原始数据 在90多天的当中 我们在着陆平台上环拍 获得了我们中国人在火星上的视野 后来我们又拍摄了我们的着陆平台 五星红旗展示在火星表面 留下了中国人的印记 巡视探测期间 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火星地形地貌数据 气象数据 光谱数据 已经完成相关处理和质量验证工作 希望通过这些有效的数据 提供给我们的科学家来深入地了解 五头邦平原是不是有五海洋的 这样一个存在 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 步履稳健 能源充足 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 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 实施拓展任务 학科学生导致空轮的 土耳朵 勇好 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